大家好,我是桑普,吳安 正如我刚刚几个钟头之前做过节目 讲到一个俄乌的战争 关于这个战争 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中国究竟跟俄罗斯有什么密谋 有什么合作的问题 众所周知,如果收听我们节目 或者看新闻的话,大家都知道 中俄在这个东奥前夕 举办开幕的前夕 曾经在2月4日有这个普集会 就是普京和习近平有会面 湘建宽,讲到什么联盟 讲一大堆的东西 东奥打完之后 东奥是2月20日结束 2月21日俄罗斯入侵 沽东地区,东巴斯的地区 就是顿涅茨克共和国 什么鬼,劳金斯克共和国 这个就是221 221日大举徽军到今天已经22日了 好,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中国是先知道俄罗斯会打 之后才打呢? 很显然是有了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这样说是不可能的事 这件事是否显示到一个类应外合的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hypothesis 是越来越真确 就是说俄罗斯用闪电战的方式 72小时之内解决到乌克兰的危机 就是不是解决到危机 是消灭了乌克兰 最后就是 扎连斯基要走路 这个所有军队被人打到人羽马 接着每个人投降举手 黄斯北定中原日 黄斯南下乌国日 俄军闪耀全东欧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盘算 就是说 乌克兰会 举其欢迎俄罗斯 这个同一个民族的人 迎接黄斯的道路 但是不幸 不是不幸 是很好幸 乌克兰人奋勇抗敌 到现在付出的身体 生命 血汗 所有的财产 甚至没有了自己的居所 而去到不同的地方流散 甚至没有死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牺牲很大 好了 这个情况 远远超出了俄罗斯的预期 当时习近平就觉得 喂 不断是拉拉队 俄罗斯 耶 我们既要尊重领土主权 但是也要尊重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注 还不断就说 嗯 这个不是侵略 什么都不说 甚至不劝和 不姓 因为3月7日的时候 整个差线会改变 所以一开始打仗的时候 你会知道 很显然这个假说 就是这样的认为 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就是说 俄罗斯打乌克兰 轻取乌克兰 跟着呢 习近平 今年秋天 轻取 台湾 一个就是春天的侵略 一个就是秋天的侵略 两线进攻 显然中俄之间 很肯定 是有可能 有这样的物弱 这个物弱的情况呢 你会看到 俄罗斯 不断要求中国给东西给他 给他 给他粮草给他 给他糧食给他 中国会给 但中国会不会给他武器给他呢 会不会给他飞机给他呢 没有 暂时没有 但 有其他方式给他 六千四百亿的俄国的外汇储备 换了人子的大部分 跟着 开放俄国的小物进口 给我外汇进了俄罗斯 钱 给你 人 给你 钱 之外 还有粮食都给你 给你 俄罗斯 会不会觉得很受惠呢 不是 他要飞机 因为他在乌克兰要打仗 作战来要制空拳 乌克兰出了个无人机 在上面摇摇摇摇 跟着 那些叫做标枪飞弹 就会一下子射出来 砰砰砰砰砰砰 中了在树林中的俄军坦克 俄军伤亡惨重 他伤亡人数 是乌克兰伤亡人数的四倍 而俄军的总数是乌克兰军队总数的八倍 俄军的坦克折折下降 乌克兰的坦克慢慢上升 因为他拿了俄军的坦克 我上次说过 所以这件事 习近平看不起全球第二大核武国家 就是俄罗斯 最重要的是他要做法律第三人 希望在美国和俄国之间 做一个不沾锅的角色 这个就是他的盘说 所以你问我 俄罗斯是不是看不起 也很恨这个习近平 原先说好的 兄弟一场 我就打沃阿兰 你就打台湾 我搞定沃阿兰的时候 你帮我手的话 搞定了 就赢了这场战争的话 那你就轻取台湾 你又不帮 为什么不帮呢 我们两个都是联盟 原先俄罗斯想着 先打下乌克兰的时候 坐大了整个专政集团 扩张集团的威势 看一看到 美国是指导府 欧盟是指导府 北约是指导府 北约要确定 他自己的地方 不肯打沃阿兰 最后就是double bubble 即是说 真正的bubble 大的bubble是NATO 但另一个bubble就是乌克兰 有些人 例如Lindsay Graham 即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她都说 喂 你可以 或乌克兰自己 或定禁飞区 但今天 美国朝野两党 都是反对 美国或北约 或定 这个乌克兰 是他们的禁飞区 你说 乌克兰可以自己 然后他提供一个武器 装备 标枪飞弹 很多设施给你 情报 军事情报 俄军是哪几个位置 都给你 无人机 都给你 没所谓 接着确保波兰去到基库的铁路畅通 食物 燃料 军备 人员 全部可以留在这里 北约说 如果俄罗斯炸铁路 就等于和北约宣战 俄罗斯就说 你说no fly zone 说禁飞区就等于向我宣战 所以美国和欧盟国家 一直都采取一种不禁飞区的态度 就是double bubble 一个大bubble NATO是一边去守护的 还有一个前线 就是这班自由世界的代理人 可以这样说 自己孤军奋战 表面上孤军奋战 实际上有很多美国和NATO的支援 但它的支援是否充足呢 我是相当怀疑 最后这个战争就是长期化 因为你不给一些重型的武器给它 纤灭式的武器给它 你给到的武器只是够它止咳 同时生命不断地丧生 生命不断流逝 财产不断丧生 整个波兰被抓到乱七八糟 所以到今天时候 你说美国应该派军队下去打呢 不应该 美国会不会更加要好地缓走 应该要 比如说波兰的战机 就立即叫它飞去那地方 甚至没有 给波兰给自己去迟缓 那你说 什么制式的东西 完全我不在所不民 你记住要给飞机给波兰 波兰要飞机 飞机 飞机 OK 不是打飞机 是要被飞机炸 那这个就是真正的波兰的需求 这一点 是否满足一斗呢 又怕痛 又怕 又怕 这一段路 搞到这些东西完全进退失据 美国不是做的 做的事不对 制裁的事不对 但是它不够 不够快 太迟 太少 所以这一点 这一点 只会是很多人出救护病 我相信如果今天 不是拜登当政的话 很显然的情况是有不同的 好了 无论如何 俄罗斯打乱战 在拖着打 中国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 他一下攻落 帮俄罗斯攻任 就是帮俄罗斯完全换助他 他丧失你的快乐第三人的角色 他可以 就是中俄联手 一起大喇喇地做 他就秘密做 他希望俄罗斯不会战败 因为俄罗斯一旦战败 是中国最大的cross 俄罗斯一战败 顺望 此寒 今天俄罗斯明日中国 所以中国绝对不会 运在俄罗斯战败 在这个程序下 中国会帮俄罗斯暗暗地帮 因为他不想战败 但是帮到他不战败 是否等于要打赢乌克兰呢 没有这个问题 你要的食物 运到莫斯坡自己运 搞定他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要维持一个快乐第三眼角色去做 但是你想想 到底回到二月初的时候 中国和俄罗斯不是这么谈 中国当时就说 俄罗斯你吃了乌克兰 在7月12小时 3日之内吃到乌克兰之后 哇 OK 等到秋天 为什么等到秋天呢 因为下季有台风 因为台湾 因为台湾 海峡 和整个福建沿海 下季受台风吹集机会高 还有南部的战区 他们由广东出发的话 他们受台风的影响机会也高 所以就说等到秋天 所以攻击台湾 这个原始是这样的計务 乌克兰不这样的計务 不等于它落实 我跟你说 这个計务 是个計务 是说给普天知道的 说给全世界情报机关知道的 但是 它未必落实 但是就说 俄罗斯 你不是打乌克兰 你打完乌克兰 撞我的打 我打完台湾去 知道这班 自由世界子老虎 说到没有 如果川普当政 特朗普当政 怎会有这样的情况 今天拜登当政 人家Fox News 问他问题 拜登 喂 你觉得普天 是不是war criminal 是不是战争罪犯 战犯 No 不是 No 他访问他 访问他 访问半分钟后 回来回头说 What have you asked? 他又说 普天 普天 Is Putin a war criminal? 走回头说 你看看Fox News 那段片 你知道 这个人就是老人痴呆 先说No 之后说Yes 你在做什么 好像你的反应 要在一分钟 半分钟之后 才发酵 才知道人家在想 什么 这是一个老人病 很显然 不要再为他涂脂抹粉 很简单的一件事 好了 今天 俄罗斯如何看中国 背信弃义 喂 我跟你约定 兄弟爬山 我先走 走不定 你便帮我拖 我打Ukrain 三天搞定 但现在打了二十多天 分分钟三十多天都搞不定 你帮一下拖 是吧 军队呢 战机呢 你中国不帮他 我爆你阴毒 什么是爆你阴毒呢 说给全世界知道 你想打台湾 你说不说 你不说 我逐个退给你 从全世界说给大家知道 在那里暴寸 发窮恶 你叫做 于是乎 就是这宗新闻 俄罗斯物件声称 习近平希望今年秋天接管台湾 蔡英文只是要整合军事资源 根据自由亚洲电脑报导 传媒引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内部文件显示 他说这个呢 是被黑客 即是将它 撕到出去的 就并不是FSB自己提供给全部其他的人 当然他不会提供啦 你想想 俄国的 网络的安全防分得多好 它有没有可能 被黑客 日侵到 这个显然的是俄罗斯 放表给全世界的嘛 OK 他怎么说呢 中国 曾经考虑 今年秋天 2022年的秋天 全面接管台湾 即是侵略台湾 在台湾 外交部长吴超舍回应指 台湾应该随时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 美国亦都尽最大努力 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所以民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 和专家互动之后 表示 要开始将民间资源和科技整合 在军事用途 重新 没有资源就没有作战的能量 OK 所以更加需要 可能会恢复精兵制 还有更加重要的女性可不可以当兵 也可以考虑 另外一点 就是彩英文 我记得今天 没有记错的话 是会看时代革命的 大家 息无以待 外交部长奉述 大家提 时代革命 在YouTube上有个 时代革命 宣传在里面 换言之 无所不用其極 你不是窮得之静下 拿着时代革命 四个字去赚钱 是吗 时代革命 开股2022年 这个地方 在YouTube上有的 千万不要增加它的点击率 千万不要看 不要见 不要碰 直接report 举报 OK 希望大家能够搞清楚 完全是余目混珠 以假联阵 不知所为 好了 说回这个 台湾的回应 台湾对于FSB的回应 就是说 今年秋天会攻击台湾 外交部长吴招涉 在星期三 3月16日的 前往立法院报告之前 互英传媒体本社 指出 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俄乌战争前 曾考虑今年秋天接管台湾时 表示 最重要是台湾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 自己国家自己救 防范中共滲透于统战 不妥协 不屈服 也都不会去挑衅 同时候 也都不会懒惰 好准备好自己要做的事 吴招涉说 有关于这个组织 FSB的环境 即俄国情报机关的文件 就是他自己不确定 是不是事实 他目的不是事实 目的是说 我就是说 爆你阴毒 中国 我爆你阴毒 你敢 不帮我 你不帮我行 我爆你阴毒 我需要 Russian needs help 现在全世界制裁我 是吗 麦当劳没有我不理 我不吃麦当劳 但 喂 你那些什么 因为最惠国待遇 没有了 那些银行又帮他封住了这么多 他有一小小的气孔给俄罗斯 就是跟你丢 你要帮我 你帮我不够 你不可以听那个 Kick Sullivan Joe Biden的国家安全顾问 说 喂 跟他拗七小小 不要拗 帮我吧 帮俄罗斯 你不帮我行 我爆你阴毒 我就说 你今年秋天去台湾 我早已知道 我早已知道 不然之 就是说 你如果 真是要 给亿 帮俄罗斯 我现在给 不给的 更多阴毒 要爆你 这个就是个要挟 It's a threat against Xi Jinping 而同时 在俄罗斯 亦希望 在某程度上 即是说 西方国家 不要对他这么离谱 你想做法律第三者 我都想做的 不过做错过 魯莽决定 我入川普这个网纜 那便打自己几巴 但我都想做法律第三者 于是 善这个东西出来 给全世界知道 尤其是美国知道 这个就是 中国的阴谋 所以你看 七国禁令 各有各的盘算 吴超涉 所以说 我不确定是否是事实 其实重点不是重要的 重点不是 中国共产党 是否真正部署了秋天打台湾 是中俄之间的沟通 就是说 春天俄国打乌克兰 秋天中国打台湾 这个就是当时的物约 但现在今天 当然了 完全 没有办法去成就这件事了 原因是为什么 打到22日都未攻押乌克兰 结果中国开始stay away 接着 再逼上官 坐山官府斗 吴超涉就说 关于中俄民国 台湾 就是我们台湾 的国家安全的议题 我相信 国防部 以及国家相关的单位 都非常密切关注 我们是不理中国 是否要攻击我们 或者是什么时候要攻击我们 我们随时随地 都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 自己国家 自己救 我再说一次 红准飞弹 我们是很多的 台湾很多 性能更优势于美国的JAPLIN 它的管的长度 八尺的高能 高能度的高大 我们的一些飞弹防御系统 已经增加到 1,000到2,000公里 再到3,000公里 去攻击三峡大坡 我们现在飞弹 只要部署在马祖 已经有飞弹防御系统 一按一个按钮 按一个按钮的话 飞到哪里 北京 所以你说 防御不了先期 If there is a war we can fight and we will win we will surely win 因为不止我们防御 只要我们顶得到 这个防御系统 不对陈战争做 军心民心 在这个地方 征兵制 女性都当兵 一起去捍卫这个地方 当成是最严重的时间 来看待的话 台湾可以顶得到 顶得到 一日 两日 三日 四日 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一出兵 everything will be beneficial to us and we will win 就这么简单 所以担心些什么呢 是不是 我们做winner 就是我们做 你怕什么 有什么很害怕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 人生 要面对好一件事 我这一代 算是好 没有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你不看待 现在那一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起码没有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 到这一刻为止 我不讲讲以后 但我们面对战争 如果这个战争 是我们会赢的 那我们为何 还要 要优惠丧志 没有必要 我们要强健自己的意志 去打赢这场战争 MSB的文件 就是 它不确定的事实 但它认为 大家都密切关注 做好自我防卫准备 吴超市 在回应立委质商时 又表示 美国正是尽最大努力 维护区域的和平和稳定 美国是不断提供 台湾武器 接下来就会有军售的宣布 接下来就是 跟我们有更多安全方面的讨论 而且美国要在区域部署 足够 而且足够排除 这些威胁的武力 我觉得美国都在做 而蔡英文 民政党主席的身份 下午听取 国防研究院 国防战略及资源研究所所长 蘇紫雲 专案报告 这个 我们常叫蘇将军 这个就是 我们认识的一位 相当 好的一个 军事专家 就是你一说到军事 他如数加增 数字 军备 军机 做得相当清楚的报告 这位蘇智雲的报告就是说 对于 从俄乌的情势谈起 分析在新印太战略之下 台湾的重要性 发言人 謝佩芬转述 蔡英文 可以 后续更进一步 将台湾现有的产业 民间和政府的波及资源 整合在军事用途之上 做到军民两用 謝佩芬转述 蔡英文说 我想将来军民两用是必然的趋势 军方的这些资源民间可以使用 民间的资源在非常时期 才可以做军方的动员 这个确实是我们要做的功课 这件事情相当重要 将现在所有国内可以动员的资源 在非常时期里面 对国家整体的认识是有帮助的 我们可以持续来检讨 而我们传统上讲的资源 是有多少存量 多少存有 不过 在由产业的量能来看资源 有没有作战的量能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也希望国防有继续提升的能力 而且中国国台版发言人朱凤莲 在梁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案时表示 愿意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继续挑衅逼迫白 甚至突破红线 大陆方面 即中国方面 不得不采取断言的措施 那你就继续断言 说这些是毫无新意的 没有意义可言的 很简单 我认为 中国是not ready 在this autumn to fight against台湾 我再讲一次 我不认为这样 这个情报 是他和俄罗斯交换 他说给俄罗斯看 你今年春天打瓦娜 我今年秋天打台湾 其实第一 难打仗 第二 打败仗 因为今时今日 他最后就是不打仗 难打仗打败仗 不打仗 就这么简单 能打仗打胜仗 他就不打仗 讲到最后 共产党讲的要反向来理解 他说得的一定不行 他说不得的一定行 就是这么简单 他说要做的就是不做 他说不做的就是做 他喜欢的就是不喜欢 不喜欢的就是喜欢 你这样想法 完全正确 朱凤年这个国台版的PK 就说 这个死人渣就说 广大台湾同胞 要充分认识到台海和平稳定 取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而不是靠外部势力 如果任由文俊峰当局 协阳谋独 以武谋独 甘当其指任人摆布 到台来只会使台湾社会付出更大态价 协阳谋独 没有出路 以台制华也注定失败 你瘋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我们失败了很多年 对不对 那叫协阳 什么叫以台制华 那制华 制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这么简单 你们这种垃圾政权 你收屁就这么简单 朱凤莲说 愿同台湾同胞一道 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压止外部势力干涉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另外 台湾传媒引述 俄罗斯反贪负网站负责人 人权运动人士奥赛奇金 他公布就是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分析师赞识的报告 内容提及 习近平曾经考虑在2022年武力犯台 并在秋天前全面接管台湾 目的是在中共二十大自和之前 以修复台湾作为自己连任国家主席的政绩 不过习近平看来 看到了俄罗斯侵略过阿兰陷入万劫不服之后 认为攻打台湾的时机已不存在 更让美国可以藉此威胁中国 而习近平的政敌将会取得有利条件 所以他总结就是说 我们记得1950年的时候 韩战爆发 50-53韩战爆发 当时就是美国的第七艦队 互为台湾海峡 基本上就是中国 当时毛泽东 中共对于台湾的进犯 基本上就是止住了 起码是第一次的金门炮战 第一次的金门危机 第一次的台湾危机 可以说平息了 但是问题就是 当时我们面对这么严峻的考验 韩战是救了中国 因为韩战是中国 要去side with俄罗斯 去帮北韩去打这个 不是俄罗斯 是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苏联合谋 帮助金日成 就是北韩政权去打 这个联合国联军 南韩 美国 这个大战 基本上是俄罗斯 借中共的手 去打这场战争 就是所谓二勇军 OK 这个很可怕的一种 二勇军 就是那些所谓的 他们说这些是越过三八线 包括鸭陆江打韩国 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 台湾如果没有韩战的爆发 中国共产党就会打台湾 而当时的情况危急 的地方是 当时的杜鲁门总统 是想放弃台湾 是放弃蒋介石的 就是你看回历史就知道 49年那时候走路的时候 别了司徒雷登 那时候 中美美交恶的 当时美国是极度 要觉得你死你死 放弃蒋介石 放弃这个政权的 一直去到韩战爆发 才知道原来你是 是黏了下去 苏联的蓝道 之后美国于是乎 急速派遣递出艦队 去护卫台湾海峡 止住了 制止了 台海危机的爆发 今天当然有第二次 台海危机 第三次台海危机 等等的东西 今时今日是第四次 第一次 就是50年代初 就是这个韩战 OK 第二次就是金门炮战 那也是50年代末期 接着去到这个96年 有所谓的台海的飞弹危机 第三次 这个第四次 OK 那这第四次 真的爆发到 到今天都未 这个第四次 我等着他 但问题就是 你习近平 色例内任有什么意思呢 stupid naive and really weak 就很简单 好了 去到今天 第一 台湾也都被沃南的战争救赎了 韩战救过台湾一次 沃南战争也救过台湾第二次 如果 是如果 我相信不是 但是如果 真是中国共产党 要在秋天打台湾的话 那 那 当时候 这个 你看到 这种 打台湾的这种 说法 就算是 要付诸现实 等俄国 吞併了 沃南 他就会吞併台湾 中国就会吞併台湾 这个语言说明打不响 第一 俄国打到 精马次柱 完全困住在沃南里面 泥足深陷 第二 猜不到的美国 以及北约国家 一致地 全面地去制裁俄罗斯 而这个制裁 是牵涉到不止北约国家 甚至日本 都最近取消了俄罗斯的最卫国待遇 不要说其他的北约国家 全面地围堵 这种情况是好的 但是不够 和太慢的 OK 更加需要的就是说 军机 是不是 更多的武器 是不是 还有 鼓励 是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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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бо是 对 也 还有 20 中共 要 然后 为 Indeed 不要预期居留 不要预期停留 所以希望大家 顺着正当的途径 去做正当的申请 进来台湾之后 可能会有另一个新天地 希望大家 祝福大家 一切顺利加油